洗澡有三个地方必须搓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安 有不少的朋友洗澡的时候都习惯于搓一搓 尤其是我们北方人,总得搓出泥才做完 其实过度的清洁皮肤的污垢 容易破坏皮肤的角质层 尤其是在夏天,我们常常会开着风扇或者空调 这个时候湿气就更容易趁虚而入 所以洗澡也是有讲究的 首先,洗澡的时间最好控制在30分钟以内 老人、小孩以及有心血满疾病的人最多不能超过20分钟 同时,正确的搓澡应该是隔几天搓一次 力度还要温柔一点 以皮肤不发红、不疼痛为夷 另外,洗澡不擦干这个习惯,不仅会加重湿气 还容易导致感冒 所以,洗完澡千万别偷懒,一定要擦干身体 如果想赶跑您的湿气 洗澡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老人告诉您,洗澡的时候要多搓以下的三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叶窝 叶窝有极拳穴,是心经的重要穴位 经常搓一搓,不仅可以排湿气,还能疏导心经的浴火 第二个地方,肘窝 肘窝外侧的曲直穴是人体关键的排污口 洗澡的时候搓一搓,可以疏经络 通气血,保养心肺的健康 第三处,裹窝 裹窝,也就是我们膝盖的后方 裹窝中心的尾中穴,也是人体的排污口 揉一揉搓一搓,能够缓解腿部的疲劳 预防静外曲张,减轻关节的疼痛 建议大家,每周或者隔周 在这以上的三个地方连续揉搓5到10分钟即可 要记得,打上沐浴漏之后再搓 避免损上您的皮肤 以后,洗澡记得多搓这三个地方 赶跑烦人的士气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